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5月3日錄的 這個節目也錄了很多 今早錄了一個Youtube投資筆記 也錄了一個Patreon 跟大家做一條影片 我們都不斷要做影片 沒得偷懶 星期4月30日和5月1日的凌晨 有一些衝突 這兩天就沒有 我們在中間說一些發生的事情 例如5-1變成五大訴求 5-1變成五大訴求 接著有一個很神奇 金正恩死而復生 大家都說金正恩死了 我們上一個節目已經說過 我們不相信這件事 我們不相信這件事 我們會說說某些網台 我一直聽到 有時聽到都不停 但我又想看看這件事怎麼發展 昨天大家看到肥仔出來 然後這個五眼聯盟 追擊這個P4實驗室 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我們今天會說一說 所以今天說的話都挺多的 大家可以呼籲 大家可以支持我們Patreon的後備平台 連結在下面 我一個星期會拍兩至三條 Esclusive的影片 放在Patreon裡面 Youtube的影片都會放在 暫時來說 Patreon只是 時事評論 財經或者地產 不會放在Patreon 都是會放在Youtube或者收費項目 大家記得留意 Patreon只是說這個時事評論 我們上個星期三收市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是創新高的 增值122% 創新高 51個月 2月份的收費版 我們都會老規矩 在星期三晚 將2月份投資日誌的收費版 一部分又放在網址 大家可以星期三晚進去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我們 5月份 即是今個月的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或者投資日誌港股的話 大家可以看片尾付款方式 或者乾脆你電郵給我 Hong Kong Finance Out Gmail.com也可以 我提到螢光幕之前 我剛剛看到袁國勇教授 說政府想全民派口罩 那些口罩是可以洗的 即是洗60次 我真的不想說粗口都不行 你現在派有用嗎 都收皮吧 說了多少次 最需要的時候是2月3月 4月 是有某一些輸入個案 你現在派些說句 你現在派個罩給我 我敢跟你戴嗎 你現在我講的這句 你現在看六月中 香港還有多少人戴口罩 現在發展的軌跡 和當年的沙士一模一樣 那些人說的說話 又是沙士不會消失 他會纏繞世界十年 殺不死 等等 好了 接著 在過去的17年 有多少人戴口罩 你老母 你現在才來派口罩 你回去混蛋 去死吧 你創科局 你老美 你那個楊偉雄 由689年代做局長 強行推你上去做到現在你做過什麼 2012年 112年 1213141516171819 差不多做了接近9年 玩具公仔 掃地機械人 你都沒做過一個出來 幾十萬個月的這個創科局長 這樣就跑掉了 什麼事情都沒做過 撥款撥200億 搞手帶 怎麼搞到SMS 賴屎 否則都不會那麼多人走到社區 那些人有責任 你的創科局沒有責任嗎 不是一個短時間 2012年到現在 這樣就跑掉了 拍下屁股 一個月幾十萬的 大哥 他差不多接近三百多萬一年 那裡多少錢 1213141516171819 八年多 他拿了二千多萬走 這個混蛋 他做過什麼 需要交代嗎 你創科局局長做過什麼 你不用搞口罩嗎 現在是否也是現在的人搞 那你說六八九這些人 對香港有好或者有壞 他的人PK 他找了一些人都是PK的 你創科局是不是要交代 你梁振英當時力戰他上去 你是不是要出來交代 創科局做過什麼 除了搞個智慧登署 被人割開 說是中國那些間諜 用監視人面識別的之外 他做過什麼 什麼都沒有 不是那些人經常說我們黑中國 黑香港 那你拿了錢的嘛 錢你拿了 撥款你就撥完了 你做過什麼 是吧 大家看這個五一 現在呢 就變成了五大訴求 喂 你不要一樣東西 你現在我們 昨天聽到新的那個 許正宇 財經事務局局長 現在向外國 要介紹 香港的經濟優勢 你老美你回家睡覺啦 天天都說找到炸彈 喂這個李家超還說出來提升恐怖級別 誰來你投資啊 你不來投資 你共產黨怎麼夾水啊 對不對 誰聽你解釋啊 你香港財經及庫務局局長 在別人美國位語力來說你是什麼 蟑螂你都不如 我為什麼要聽你講啊 我香港有這麼多人 你猜衛育標普 這些平急機構在香港 屬香港的財經屬啊 還是你林鄭屬啊 還是你這個許正宇屬啊 你猜誰屬啊 你向人解釋香港財經的優勢 人家在香港幾十年啊 大佬 喂 遇到香港幾十年啊 遇到香港幾十年啊 四十年都在來頭了大佬 要你這個傻子去解釋 你自己去跟共產黨說 你不要每天說香港有炸彈啊 是不是啊 Doctor說得對的 從來這個地球上每一個國家 天天都說自己的地方不安全 天天都找到 找什麼彩石里 你找到那些電路板 又做炸彈 我看王喜那個video說得好啊 是吧 私人地方 每一天人來人往進去的 那些人居然會在路邊做炸彈 那不是瘋了嗎 那會突然間有四條小孩進去發現 報了警 然後拉起這四條小孩 拍歧情片嗎大哥 對不對 喂 你也不要找那些小孩來教票啊 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搞這些 將香港定性為恐怖組織 升級級別 你李家超就沒有人出來才行 香港幾多人的子女啊 那些朋友啊 被你的警察打到混蛋啊 他們會不出來嗎 人家在太古城唱歌而已 關你什麼事啊 人家唱歌 就是你抵人家掛這些 我想這個是旺角那個 是吧 你抵人家掛這些 本來就沒有人掛的 是你六八九個混蛋 那裏有港獨 那裏有港獨 才搞的嘛 是不是 香港對你共產黨有什麼好處 你這個政權不見得人的嗎 是不是 香港現在 就是Doctor說的 一人一支AK47嗎 一人一個手榴彈 一人一個Granet 不是啊 是不是 如果香港一人有一個Granet 一人有一支AK47的話 我相信你警察都不會出來 是不是 如果你曾經有一個炸彈 將你的警察 某一些警察 是炸到受傷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會再發現到有炸彈 因為一定不會受傷 發現這麼多炸彈 這麼多軍火 沒有一個警員受傷的 這麼好東西的 你共產黨不要玩這些花招 明眼人都看到 香港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大家賺錢為威就算了 你又有得收稅 你在這裏掠水的 你中聯辦七百多個物業 都沒有人說你的 你有特權的 是不是 你打爛了整藍雞蛋的話 大家都要吃茄子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些數 你共產黨不會計 為什麼這些數 你林鄭、李家超、鄭若驊 不會跟中央說 你玩這些把戲做什麼 是不是 你看人家英國佬 喂 有錢齊齊賺 賺完之後拿回英國 大家韌韌腳 是不是 你地產商有地產商賺 做生意 就是做零售有零售賺 是不是 大家賺錢 為什麼要搞這些東西呢 對不對 你香港能夠有今天的 英國佬如果 如果 當時 他不是搞廉政公署 搞好香港的東西 別人來投資 搞整個金融制度 的話 你共產黨今天 不會在香港搞這麼多東西 因為沒有價值 你就是有價值 才在香港搞這麼多東西 對不對 如果香港 搞你了 好像 好似 好似 隨便 在四川一個市 你都不來搞 是不是 既然這個是生金蛋的地方 你搞和了它 對你都沒有好處 你現在中國很過癮嗎 我們一會講到尾 我們會講 你這些 就是 共產黨以前講英餘業的 林鄭 李家超 鄭若驊 你是不是有必要和習近平 或者中聯辦 各位不要搞這些 這些事情 大家有錢齊齊賺 你搞壞了那個評級 你在那裡上不了市 集不到資的話 你共產黨 不一樣扔不了水 是不是 就是 越多炸彈 就越多人來投資 有這樣的事嗎 美國如果通街都炸彈 你會不會找人去住 你共產黨 會不會幾萬億 放在美國 你都不會 是不是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共產黨 香港是要搞破壞的 我真的不明白 你現在要賺錢 你要求財 香港那些人 又不會搞你 那裡有港獨 你現在看到 梁振英 2012年 拿那本港學院出來 現在經歷了八年後 有沒有港獨 港獨 不要玩這些花招 這些招數 人都知道 騙不到人 做事實事求是 賺錢有錢 就是要找 是不是 為什麼要搞這些事情 呢 大家是否找 如死妄破才過癮呢 你這幫廢官容官 懂不懂把這些事 跟習近平說呢 懂不懂跟夏寶龍說呢 懂不懂跟駱惠寧說呢 是吧 為官不在多言 對不對 你每天出來說這些有用嗎 沒有用的 每天走出來說我有權 我中聯辦有監督權 我中聯辦有監督權 你的監督權從哪裡來 你問我習近平有沒有權 習近平當然有權 是不是 你中聯辦有權是由習近平來的 那就是你沒有權 你的權從習近平來的 是不是 我有沒有權 如果有一天 習近平給我權 叫我做的我也有權 但是你本身是沒有權的 你有權沒有權好 用不需要天天出來跟人說 你跟我說什麼 我市民一個 你有權沒有權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喂 李嘉誠今天 已經做了長和的顧問了 那我問你 你說李嘉誠有沒有權 你答我李嘉誠有沒有 不要說長實 整個長實 長和 屈臣市 全部的東西 你告訴我 今天李嘉誠 不要說監督權 有沒有整個權力 我答你他一定有 他會不會走出來跟員工說 我李嘉誠雖然是顧問 但我還有權的 我用什麼出來說 你不能知道我有權嗎 很搞笑 你不知道我李嘉誠有權嗎 要我說你才知道嗎 喂 在門口做reception那個 要什麼人告訴他 我指定李澤巨就行了 所有部門 聽我說就行了 對不對 要什麼說給洗廁所 我李嘉誠今天還有權 這樣 這些就是不懂得玩政治 就是以前 港督會不會告訴你 喂 昨晚 英國打電話過來 叫我這樣做 要不要告訴你 他說了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成立廉政公署 港督不知道 在香港 建公屋 港督不知道 搞個廣交所 港督不知道 就是 港督自己搞得了 不用英國那邊批 你說呢 但是 有沒有人告訴你 英國那邊 有管過香港的東西 管了都不會告訴你 以前的中聯辦有沒有權 當然有 但一件事 他不會讓你知道他有權 因為一件事 關你什麼事 我市民而已 是不是 我沒見過一個黨這樣 我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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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權是死嗎 用來 加什麼 搞什麼 你搞的 傻的 就是鄧小平 坐一張椅子 挖著 他會不會在下面掛著牌 我鄧小平 有權力 這樣 你不能知道嗎 收皮 剛剛 郭榮鏗是老幾 我問你 郭榮鏗是老幾 我問你郭榮鏗是老幾 什麼都不是 在整個共產黨來說 你要這樣去對付他 對不對 你共產黨 拿了香港所有的權力 搞不到一個立法會的議員 說出來都醜了 賣到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美國的華人都知道 中聯辦有監督權 中聯辦要對付郭榮鏗 現在只差在習近平親自出聲 你郭榮鏗是老幾 玩一個郭榮鏗你都搞不到 是不是 你今天又做到什麼 你現在告了他沒有 他現在22條就頂著你 現在李慧琼就是不動的 那你又做到什麼 是不是 你現在有監督權 你現在中聯辦講了有監督權 港澳辦有最大的權力 那你不動郭榮鏗 為什麼你不動 收皮 你特區政府那些廢官容官 只是懂得去講 別人叫你這樣做就這樣做 要不要請你 我以前打工的年代 我老闆跟我說 他說 你們幾個部門經理 我希望你們把桌子什麼都沒有 我希望你只是每一天上班去想 怎樣可以多找生意 這些事情不是你們做的 是你們下面那些 那些senior去做的 那些assistant manager去做的 不是你們做的 你林鄭 沒有口罩又關你事 限聚令又關你事 入境處又關你事 22條有關你事 23條有關你事 反修例有關你事 反修例有關你事 你下面沒有人的嗎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上級問到我 我一定要知道 那你就不是一個好的老頭 你只是一個好的 一個執行人 你不是一個可以 你是未去到這些位子的 你簡單說一句 他連局長都未做到 他只能夠最多做到一個AO 你的局長要親自去搞個口罩嗎 你沒有秘書的 你下面沒有AO的嗎 你沒有行政主任的嗎 局長去搞個口罩的嗎 陳肇始 你每次開會 就站在林鄭後面 現在講疫情 專家是袁國勇和柏亮 你林鄭就爭著來講 這個project交給別人搞 我自己做其他事情 喂 政制及事務局長 是不是應該要搞23條那些事情 這些就交給律政司搞 你自己也搞了 公務員你也搞了 DSE你也管了 搞完頭再給楊永雄去搞 你什麼事都做了 那你就不是一個好的人去投 下面的人怎麼做 每個人都只是公仔的坐在那裡 林鄭有WhatsApp來就做 沒有就投 劉光華那些哪有事做 譚慧珠亡過她 因為她要附和中央 這個 我有買東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用來箭桌吃飯 所以呢 以前我管理員買 後來她沒有買 我有時候一個星期會買一份 用來箭桌吃飯 大家都知道 東方和TVB 就藍到黑了 但是呢 這個兩男一女 就說網上 不斷去抹黑TVB 又說不要放廣告給他們 如果放廣告我們會抵制你 我覺得一件事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你現在看看TVB的廣告 她還捱得多久 她捱得多久 報紙 姊妹還捱得多久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你做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東方 日燈夜燈 我現在 一個星期就買一份 用來箭桌 那無線我老婆看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無論TVB和東方 不會捱得多久 整個大趨勢 有多少人看報紙 我告訴你 全部都是看網上媒體的 多少人看TVB 看Netflix也可以 我看Youtube 大把片看 Netflix 九十幾元 全高清 一家四口可以看 是吧 TVB玩得多久 為何你們要做這些事情 她今年死和明年死 對你有分別嗎 是吧 無謂為了這些 這樣的藍絲 這樣的藍媒 自己被人坐牢 是吧 你即使不用做 不用唱的話 你不用做 不用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些廣告商 都不敢下廣告給她 那些廣告都不敢下廣告給東方 你現在看東方的報紙 越來越薄 之前我管理員買的 每天都看的 現在她就沒有了 走了 這個沒有買 那我一個星期買一份 用來前台 那大家想想 為何要為了這些人去做這些事情呢 她死了 她今年死和明年死 對你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國家要救 就讓國家救 國家救也救不了 因為大勢所趨 大勢所趨 誰還看TVB 誰還在TVB下廣告 誰還會在東方下廣告 是吧 有的 那些神盾海九軟 是吧 或者那些鹹片 那些 下個丁那麼多廣告 那些 你看那個 那份報紙 越來越薄 你就知道 是吧 為什麼要找自己的前途被捕 去做這些事情呢 沒有需要這樣做的 大家都是 完全沒有需要做這些事情 她自己都會死的 她自己都會死的 說多一件事 關於黃色經濟圈 今天你看到 這個港澳辦出來 昨天說 就是打擊這個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究竟威脅到它什麼呢 很簡單 共產黨向來都是 有一些人聚集 他就要打壓你的 在中國 從來都沒有所謂工會那些事情 因為他知道 因為當年共產黨就是這樣出現的 就是一班人聚集 才會出現了共產黨的山賊 最早的毛澤東是 所以在共產黨來說 他是怕任何一班人聚集 他都不行的 例如教會 例如工會 例如工黨 全部都沒有一班人聚集 只有是政府機構才可以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所以他是很怕你組成任何一個聯盟 但是一件事 如果黃色經濟 第二件事當然是 就是藍色經濟圈就是他們的 那些市民去了黃色經濟圈 那藍絲那些誰買 那他當然要打壓你 是不是 但是這個問題 大家想深一層 如果大部分的市民都黃絲的話 那你政府應該幫黃絲 因為為什麼 政府是代表大部分的市民的 但是你看看那些李家超 出來說 喂 黃色經濟圈是什麼 黃色經濟圈是什麼 其實你黃藍進去他都歡迎 很多店外面他沒有寫明是不歡迎藍絲的 你藍他都入 是不是 到最後都是要說質素 對不對 他到最後你都要說質素 喂 黃絲的店鋪 那他都要說質素 大哥 你垃圾那你只是支持市民 我都不來光顧 是不是 質素都是最重要 為什麼會有藍黃之分 那你政府造成 你政府肯一早切了反修例的話 就沒有這件事 是這麼簡單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 不重複了 所以大家是一定要支持 如果你記住 你永遠跟共產黨做相反的事情 就可以了 就是說黃色經濟圈越來越大 黃色經濟圈就是大部分市民支持的東西 那我當然支持大部分市民 是否才對 我是市民 支持黃色經濟圈 支持大部分市民 大家去吃東西 找食物的時候 上網按一下 看你附近哪間是黃店的 你去光顧 但是你說 我覺得藍絲 是好吃的 我都不反對你 我都不會反對你 我不會因為政見 反對任何人去任何店鋪 但是一件事 藍絲的 second priority 黃絲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大家做了一個軍旨協定 我們要 first priority 幫助我們 市民的 我們一定是站在市民那邊的 不用說了 社會是由市民 是由人民組成的 對不對 大部分人民向的事情 我們一定支持 好了 大家看這個 在太古城 市民只是唱歌 你看看 這幾排警察 多少人 這幾排警察 你看看 這個報道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反修例期間 警方的津貼OT 是去到23.5億 那我和你計算 23.5億 過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千萬 億萬 二十億 反修例有多少個月 最多的 七月 六、七、八、九、十 五個月 因為十一月 已經 區議會開始少了 除了五個月 好了 大部分 都只有八千 是前線警務人員 他說沒有任何公安進來 除了八千人 每一日 每一個月 平均 前線的 OT錢是 五萬八千七百五十 如果加上他們 原先的人工 我就當你平均是 兩萬五 加回兩萬五 就是這一班 平均那幾個月 是八萬三千七百五十 一個月 大家明白 為什麼 太古城唱歌都要出動 不是何來有OT 沒有危險性 那些人在唱歌 總而言之 沒有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人在搞事的話 是沒有危險性的 現在香港多少人想加班 他就用這八萬幾元一個月 買你的靈魂 誰可以出去加班 是由誰決定的 那就看看你在警隊裡的關係 你如果關係好的 我就出動 你就可以出動 你想想一個月 你出動八天 星期六、星期日 如果加上假期 不止 你加上原先的 多少錢 我當你沒有平時那些八萬幾元 個月 你都四、五萬一個月 喂 一個偽進仔 四、五萬一個月 五、六萬一個月 多好啊 大家明白 為什麼唱歌都要出動 是不是 為什麼出動這麼多警察 去做爆炸品 如果不是何來有OT 你怎麼拿到OT 但是一件事 你不埋堆 你不能出動 你要埋堆 才能出動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我們之前的節目已經說過 真的在說九點幾億嗎 現在就爆炸出來 是不是 很多OT津貼 當時是還沒計算的 不是當時的數 現在是多少 當時說 是警隊津貼增加了九倍 當時是說九億多 現在是二十三點五億 我當時都說 大量的津貼OT是沒計算的 現在就現營 當時那幫偽進仔 是八萬幾元一個月 先生 八萬幾元一個月 你外面的人 如果一個偽進仔出去做事 多少 萬幾元一個月 他就用錢買你的靈魂 那大家知道 為什麼要出動 是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出動 不是每個人都有得出動 現在 你要是 就是你要跟某一些人埋堆 你才有機會出動 那麼容易被你賺OT 你坐堂沒得出動 後來搞到什麼 交通境都有得加班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被人情操高尚 這個法官 這個郭偉健 然後在幾宗修例案裏面 就被人換了人 司法機構 就是法庭 就說 留意到社會對判刑理由有爭議 當然 他所說的判詞是很有問題 加了他自己的情感下去 這個我們已經說過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法庭 會出現一些這樣的法官呢 我們一定要探討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些法官 會出現在法庭裏面呢 如果這些法官你給他判案的話 很危險的 因為他每一件事都不是藍黃絲的問題 藍黃絲是第二個問題 問題就是這個法官 是放了他大量的個人情感 在那宗案裏面 還有現在某些事情 是故意去區域法院 而不上高院 對不對 不上高院就沒有陪審團 沒有陪審團的話 就是法官說完事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樣的法官呢 以前沒有的 以前沒有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 那這宗案呢 這宗案是不是要重審 對不對 那是什麼 第一,浪費納稅人的錢 第二 很明顯 他是帶著他個人的政治立場來的 以往香港是沒有這些法官的 為什麼他能夠做到法官 為什麼司法機構 准許這些法官在那裏判案 還要判這些案 我都說給大家聽 現在馬道立在那裏 還可以這樣做 如果將來換了馬舉能的話 我相信大部分 都是這些這樣的夥式 個個都是這樣 我們要探討這個問題 為何這個法官會出現在香港的司法機構 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新地 在最貴的時候 買了這個高鐵 即是佐敦 地王的上改項目 但是他現在在最低的時候 就引入平安人壽 做策略投資者 入股 這個擺明就是高買低買 我想問一件事 起商業大廈 你平安人壽算是老幾 新地怎麼會引入平安人壽做策略性投資者 就是新地大把錢 為什麼我要在最貴的時候買一塊地 要在最便宜的時候把股權分出來給人 因為有黨委入了新地 很明顯 就是一個大家都看到 但是你催他不漲的利益輸送 是不是 以往的新地 怎麼會這麼高買 然後這麼低賣出去 是不是 你只是送錢給他 還有一件事 高鐵上面的項目 他還要買高鐵的項目 為什麼? 高鐵下面是共產黨的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大部分的大媽傻 例如田少那些 要把舖全部撿走 哪有? 因為一件事 黨已經滲入不同的地方 我真的要和國內合作 都不是找你平安人壽 你平安人壽懂得起樓嗎? 新地在香港起樓的時候 你平安人壽還不知在那裡 引入也要引入恆大 怎麼會引入平安人壽 你當我留的? 一看就知道利益輸送之餘 還有他拿回他的地盤 因為高鐵下面 就是黨可以在裡面執法 那麼高鐵上面 如果把辦公室建在那裡 那不就全部拿了 有多少國內的人來了 你都不會知道 你共產黨不要玩這些事情 我們明眼人看得出的 你當我留的嗎? 你這樣 只會被香港降評級 你就大量的黨委都離開了 沒有所謂的 入境處你都控制了 用不著做這些偷雞摸救的事 你以為人家看不到嗎? 你當人家白癡嗎? 那麼大量的黨委 大量的公安 一上來就怎樣? 下到地鐵 在高鐵下面他管轄的 然後直到樓上就搞定 是嗎? 你當我留的嗎? 你當我不知道嗎? 不要玩這些事情 大家死的 這個很過癮的 大家看到我一直都沒有說金正恩 我只說過一次 我說第一 我不相信金正恩36歲 就會心機肯死 我亦都不相信他會坐火車回去中國醫 我居然聽到某些網台 我不說個名字 可以就這些消息 做了四個勁場的節目 金正恩的來龍去脈是怎樣? 他死了哪個繼位 裡面有什麼內控 特朗普又怎樣? 習近平又怎樣? 可以做到四個節目這麼長 每個節目半個小時 我不說個名字 有兩個字的都做了很多 然後我昨天還看到 還有一個五個字的出來 說這個是替身來的 是假的 我希望各位網台 你有些專業操守 是不是? 我經常說一件事 我都希望我們的網台 有一個專業的操守 失敗了 失敗了 我告訴你 雖然我是馬後炮 但是我在想什麼呢? 當然 究竟金正恩是生是死呢? 後來我想 有一個 我一定會相信的 就是南韓 為什麼呢? 因為北韓對南韓威脅最大 他有什麼打我 大家今天都聽到 北韓是向南韓開槍的 非邊境軍事區裡面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南韓和北韓前鬥了這麼多年 大家身邊 有線眼 如果北韓 金正恩一死的話 一定會有羅雄 一定會有羅亂 打不打仗 我不知道 南韓怎麼會守秘密呢? 不會的 我一定告訴美國 你有核彈的 大哥 你有核子彈的 他都說沒事 所以第一我相信南韓 第二 特朗普的消息是怎麼來的呢? 我估計一件事 特朗普是有兩個消息來源的 第一個 他知道金正恩沒事是由直接外交部說的 第二個 就是南韓告訴他 而這兩個特朗普都未必相信 他要看到衛星影像才相信 衛星是可以連有幾條鼻毛都拍到 你當特朗普一流 但他當然不會說 這是北韓的事 你看到金正恩出來 坐牌下面 金正宇在旁邊 你都說是假的 那你不如說 金正恩一定會死不就更好 五六十年後他一定會死的 算吧 對不對?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我做網台 如果你希望得到別人尊重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些事實的根據 就是說 本來是施了一分鐘手術 施了八分鐘變植物人 又說他在核彈裏面受傷 核爆受傷做得出來嗎? 對不對? 那最有可能就是他隔離 我這個是覺得最有可能的 而中國有可能派醫療隊去 當然 因為抗疫中國始終一件事 都嚴重過你 開頭的時候 中國對於抗疫是有 有多一點經驗 多過北韓的 我覺得是這樣 金正恩 應該 就是隔離的 至於他有沒有染病 我就不知道了 但即使他有染病也好 我們說他年輕 你想想 Boris Johnson 幾乎被人宣佈死訊 都走出來 何況金正恩這麼年輕 但我希望一件事就是 那些網台 不要太誇眾取寵 是不是? 未經正食的消息 講了四、五集 我們 我們平均都是一萬多尾巴 沒有所謂的 多與少沒有問題 為何做些誇眾取寵的事情 如果說錯了 對不起,我們說錯了 即是我們的台說錯了 我向大家道歉 沒有人會說你 是不是? 但是一件事 你當假的事情 其實我相信那些網台主持 他都知道這個消息未必是真的 是不是? 台灣都是 你台灣憑什麼知道北韓的動向? 你有多少間諜在裡面? 南韓都說沒有 你說有? 所以我也不相信 大家可能說我馬後跑 但我覺得一件事 身為網台 你要得人尊重的話 未經證實的事情 或者經過你自己的腦思考 你覺得都未必有可能的話 麻煩你就說沒有什麼可能 不要當有事 我見到做了四、五個節目 即是昨天中期 人家出來拍 他開頭是發硬照的 硬照是說人家是假的 現在人家整個影片都給你看了 發硬照都說人家是易容的 沒有啊 找人家替身的 算吧 說錯了就認 人家才尊重你 如果不是 你一次、兩次、三次都是報道這些流料的話 沒有人會再尊重你的網台 那你就變成了共產黨 你一說什麼都沒有人聽 好,我們之前說五眼聯盟之前 我們說五眼聯盟之前 我們說這個 我在節目裡也說過 關於中國數碼貨幣 但是我在財經節目 就不想說到這麼老骨 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現在要搞數碼貨幣 我老爸的年代 在國內 我老爸經常說一件事 我在中國這麼多年 沒見過錢 那些叫什麼 糧票 糧票 慢慢慢慢地 如果五眼聯盟 真是去追中國賠償的話 你沒得賠的 你唯有所覺的 你沒得賠的,怎麼賠 賠一百年都賠不完 那裡是說十幾兆 全世界要賠償 那怎麼樣 不是發行一些虛异的事情 你現在拿著人民幣去外國 怎麼都換到錢 你拿著一個虛异的 和當年我老爸拿著一張糧票 有什麼分別 對不對 是啊,你有五百萬 不過你有五百萬 是數字貨幣 你連離開中國都不可能 你離開中國的話 在外國誰承認你的數碼貨幣 那就是怎樣 變相將所有真正的實際金錢 收歸各有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的那些糧票 最後就是當廢紙 所以我老爸當時說 我老爸是二幾年出生的 那就是說他三十多歲的時候 已經是立了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不見錢的 就是糧票 就去換錢而已 現在的糧票有沒有用呢 就沒有了 他行這些事情 我們第一個已經想到 不是加密貨幣 是他用了一些虛异的東西 換了你的錢 就是你外匯沒有 不在華夏一定知道外匯沒有 但是一件事 我連你人民幣也沒有 免得你拿著人民幣 那就個個變成虛异貨幣 我有錢就在手機上 你的手機有100億也沒有用 你一離開中國的話 你就是一個窮光彈 你的數碼貨幣是沒有人承認的 就是這麼簡單 是嗎 是嗎 好了 為何要搞這些 為何要搞這些 這個我們在Patreon裡面 已經出了 關於這個 非無可取代的藝人 要十年政治正確 昨天國台辦出來否認了 我們在Patreon裡面 我講了26分鐘那麼長 大家如果是Patreon有的話 大家可以去聽 但是一件事 有藝人 是很悲愛的 大家看到這個 朱志賢和麗振華 麗振華 擺明那頂綠帽 就是由頭套到腳 他都要硬出來護住這個朱志賢 為什麼 因為你簽了約 這頂是Green Hat 從頭套到腳 還說什麼自己忙疏忽照顧女友 你認為他們真的在車裡吃蛋糕這麼簡單嗎 這個謝東文 謝東文 坦白說一句 都不是第一次了 你有老婆的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在娛樂圈 你簽了一張合約 你就不是我的兒子 以前迪波拉和謝定峰說 如果你不出來道歉的話 我可以追到你脫脫 你看看為什麼馬國明 馬國明一樣是Green Hat 黃心穎 一頂綠帽從頭套到腳 為什麼馬國明都不能出聲 因為你那層樓 無線幫你供 你試試出聲 我雪藏你 什麼你都沒有 那層樓馬上收回來 你之前給的任何錢歸零 你還欠無線錢 你看一下 阿嬌那個時候 為什麼要走出來道歉 因為 你的樓全部都是英王的 藝人的悲哀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你現在朱自然 你說 無線解凍了 直入雪櫃而已 本來一個星期 你還有十多分鐘 在這個 那個無線的節目叫什麼 東莊西望 你還有十多分鐘在東莊西望 你看看現在 就沒有了 大家看看李嘉心 紅了幾年 紅了那三四年 玩完了 那個使道是一個問題 使道是一個問題 但是一件事 無線 整個使道的問題 無線不找你 有沒有人找你李嘉心 藝人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說十年政治正確 無可取代 羅家良都要跪低 第一件事 你跪低 你跪低我都不用你 現在 你馬提路在旺角太子警署 打到爆光都好 人家都不用你 為什麼 經濟差 對 內地那些 內地那些演員都沒有工作 怎麼會用你馬提路呢 對不對 法哥當然是用 你不是法哥 你不是劉德華 你不是恩子丹 你不是梁朝偉 梁朝偉有沒有發聲 發哥有沒有發聲 發哥有沒有發聲 那些全部二三線 我覺得第一件事 大家進去Patreon看 第二件事 這些夢醒了 香港的藝人 麻煩你們腳踏實地做事 不要再想著回大陸賺錢 現在人家是掃地出門 經濟差 經濟差怎麼會還用你們 是不是 我在Patreon裡面都說 我說張偉健 是最醒目的第一個 因為走投無路回大陸 你看看人家一開始熬得很辛苦 但是他2018年 一下來香港 拍這個大軍閥 我就知道玩完 見好就收 一輩子你賺到錢 不會的 所以大家 藝人的 麻煩你踏實地 不要再犯這些夢 娛樂圈 是要經濟好 才會有的 為什麼他不是一個必須笨 你看看日本 當年 你看看香港 你看看韓國 現在有沒有 為什麼美國那些還這麼厲害 人家經濟好 但是北比特會不會走來中國拍片 對不對 Supergirl會不會來中國取景 閃電俠會不會來你這裡取景 英雄聯盟會不會來 不會的 他是想拍這些片 有票房 因為那類片的話 大陸人看 你大陸拍過那些片 來來去神雕俠俠 射雕英雄傳 要不就打國民黨 要不就打日本仔 我都看到厭 是不是 我真的要吵架這個外交部 你這些成建業 成經業 胡錫進 你這個口癢的 就找些東西含下 你這幫混蛋 你這些外交部 吵架部 說些東西 我自己都沒有臉 胡錫進說什麼 澳洲黏在中國鞋底上 穿過的口香糖 有時你不得不找一塊石頭 把它磨下來 你中國還是以前那麼有錢嗎 未發生這件事之前 人家已經知道 你中國去澳洲的留學生 數目是大跌的 你已經沒有錢了 人家不是看在你中國的 什麼文化、共產黨 人家是看在你的錢 孔子學院就全部閉上了 現在連荷蘭、意大利 你的盟友都動你 你沒有錢 人家是看在你的S兩棟 你沒有了S兩棟 誰還看你 現在人家當然是看大佬 當然是看五眼聯盟 是不是 你還有可不可以找些錢 去扔死你澳洲 你找些錢去扔死別人意大利 你沒有錢 是不是 你世衛現在捐回多少錢 是不是 都是捐回幾千萬過去 你習近平夠僵的 我捐夠五億給你 美國捐四億 我捐五億 那你就說了 是不是 你外交部說這些有用嗎 你說完別人不告你嗎 別人說我照告你 那你怎樣 你咬咬我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真是不怕人告的 你就來 你怕人告的 你就跟人聊 這些有用嗎 你看到華春瑩 這些耿爽 那些 你的口癢就找些東西 對嗎 你說這些對國家有幫助嗎 人家會怕你 你說完特朗普也不告你 你說完澳洲也不告你 英國也不告你 紐西蘭也不告你 加拿大也不告你 不是一樣告你 有用嗎 你只是丟假的 人家這個也說 世衛這個高力也說 我從一月底說到現在 你為什麼都不讓我查 你中國為什麼都不讓我查 你讓我查就沒事了 我們說過很多次 當時 世衛和美國進去查 你讓他進去武漢和湖北查的話 你今天大條道理 我被你查了 你查不到有事 關我什麼事 你現在不讓人查嗎 或者反過來 我現在懷疑是你美國有問題的 我查你美國也可以 他不會去查 為什麼 他知道一定跟美國有關 是不是 現在我是要查你 那你怎樣 對嗎 你現在 你能夠做什麼 對嗎 大家看到尼日利亞 非洲兄弟 都向聯邦法院提出這個訴訟 要中國賠償2000億美金 他中國一帶一路借了給他多少 借了我百多億 他說現在要你賠償2000億 你還要倒欠我1900億 我們一早已經說過了 非洲那些 你自己有不安好心 你習近平我們在Patreon也說過一帶一路 很詳細說過一帶一路 你現在是想把 圍著非洲 吃了別人的港口 用別人的廉價勞動力 把自己的個性產能搬過去 把軍事基地下去 99年 你是不可以過命我在港口的事情 錢我借了你 但是一件事 他沒有想過守承諾 為什麼? 政權一轉的話 我可以不認數 還有一件事 99年這麼長 誰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有事 我現在叫大十倍 叫大二十倍 你借一百億給我 我要你賠二千億 你怎樣跟我說都好 說到三百億好不好 你還倒欠我二百億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你不夠人玩的 但是那些錢是誰的? 那些錢是中國人民的 不是你共產黨的 老友 你夠非洲玩? 我扮了頭 讓你當椅子坐 特朗普已經說了 我們在 YouTube投資筆記 我們都有說的 這件事 現在 現在特朗普 坦白說一句 擺明跟你中國開戰 特朗普一定不會 不認國債 為什麼呢? 如果我不認國債的話 誰以後還敢跟我美國買國債 或者我就要加利息 這個我在YouTube投資筆記都說過 還有一件事 他會不會抹收了 共產黨 在美國的財富 那五六萬億呢? 我回答你 都不會 為什麼? 有這五六萬億 我就可以永遠威脅著你 我抹收了 我就威脅不了你 他是會問中國 不斷拿錢 但是第一件事 他要先取消了中國在美國的主權地位 這個和這個海牙法庭是無關的 雖然是五眼聯盟還五眼聯盟 美國就還美國 當美國取消了中國的主權地位的話 那當然這個要過國會 但是一件事 一定過的 我美國死了兩萬多人 紐約這麼嚴重 現在他告他 不是那個病毒來源 在中國 不是 是你隱瞞疫情 你隱瞞疫情之餘 比如世衛還跟你一直說 不會人傳人 疫情可防可控 你在封城之前 給了五百多萬人走向全世界 這些都是事實 你如果中國說 有關於美國的話 你就拿封email出來看 如果有這封電郵 早就拿出來 但是世衛說可防可控 說不會人傳人 我們就聽了很多次 對嗎 對嗎 那你習近平拿封email出來 就什麼事都解決 為什麼你不拿出來 但是李文亮 是誰已經承認錯誤 是不讓他們說的 你共產黨 你習近平自己說你一月六日知道 這是官方報道 你一直派戰狼出來說話有用嗎 人家會不告你嗎 當取消了主權國地位之後 我就可以馬上移動你了 我相信加關稅 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現在中國還和美國買回農產品 就是說 現在中國和美國買的東西 就不是1500億 可能去到3000多億 而因為供應鏈斷了 美國和中國買的東西 可能都沒有6500億 可能只剩下4000多億 那我就加你關稅 是不是 我加你關稅 我加你關稅 一直淹你淹死你為止 但是大家要想一件事 美國佬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我覺得不是 美國佬都不是很印尼 美國佬 因為你現在打斷了供應鏈 你始終分散在柬埔寨 越南、印尼那些 對於美國是不方便的 因為單大 所以他要扶植印度 但是一件事 你中國還在的話 始終是睹眼睹鼻 因為你有十幾億人 對不對 那我可以減薪 我減薪 我再開放的話 某些企業還是不想走 但是一件事 我現在要逼到你自己鎖國 習近平現在慢慢走到特朗普的陷阱裡 慢慢鎖國 你鎖國 你越做一些封閉的行為 你越做一些殘忍的行為 那就適合特朗普 因為一件事 那所有的人 就不敢來你中國 就會移到印度 移到印度 現在誰先在印度佈局 美國 Facebook已經開始投資在印度 好了 當美國造成了一個趨勢的時候 將印度慢慢扶植回去一個生產的地方 全世界工廠 再加上另外一個全球的消費市場 而美國最先在印度投資的話 全世界是否跟 你一定要跟 那怎樣 那美國的企業 就得到最大的利益 但是你中國始終有十三億人 你在那邊睹眼睹鼻 我不是要踩到你鎖國為止 你不要以為美國人很好人 美國人都招好讀 習近平未必有能力看到這些 你鎖國就適合我 你越殘忍 你越鎖國適合我 你夠膽就鎖我的iPhone 你鎖了我的iPhone 你中國幾多電話 是靠iPhone賺食的 幾多靠FILA 你安搭就已經靠FILA FILA雖然說是 意大利品牌 沒有了美國你FILA會紅嗎 是吧 幾多靠我 Microsoft微軟那些 去賺錢 幾多靠蘋果手機賺錢 幾多外圍賭檔是靠我MBA 你這樣不給我嗎 你不給我你即死 對嗎 你想想美國幾多 你不要以為特朗普是傻的 你不要以為他叫人喝這個消毒藥水 當他傻的 我一看就第一出了 你中國還在睹眼睹鼻 我逼到你鎖國 逼到你和全世界反面 那你們全世界那些東西 就去印度 那印度誰先投資 我美國先投資 特朗普卸了任 那又怎樣 投資印度 他做生意的 對不對 不要想到美國這麼單純 美國很毒的 不過你中國 按摩自己的意思 你想想 尼日利亞本來非洲兄弟是跟你Fan 荷蘭也跟你Fan 意大利也跟你Fan 人家現在都要追討你 你中國多糟糕 你怎能夠 你怎能夠尼日利亞玩 你怎能夠坦桑尼亞玩 你怎能夠非洲兄弟玩 對不對 爛命一條 只有石 你就炸石 你就侵佔了它 被你侵佔 你都沒有人敢去 熱到媽媽都不認得 到處都弱疾 骯髒到哭 你找一個遼寧號打了它 你還要養它 非洲是不能玩的 非洲是不能玩的 你現在一帶一路 中國人的錢 就去了中國的貪官 非洲的貪官 還有換了一條爛鬼鐵路 就是這麼簡單 這條鐵路 我告訴你 將來都是沒有人用的 就write off 給小孩子跳飛機 我告訴你 我怕它不敢 照尼亞利亞 不敢動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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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亞 為什麼 因為沒有非洲兄弟的話 他做的事就是白費 習近平要在全世界有話語權 就把這些錢 全部放在這裏 這些人是信不過的 非洲信得國 朱拿都會上樹 是吧 你意大利 澳洲 歐洲 之前看你 看你 中國是甚麼 看你的維他命M 而已 你現在去澳洲的學生 留學生少了這麼多 我還看你台戲嗎 是你胡錫進 是你那些 吵架暴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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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這些話 口癢就找屋子含下 混蛋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星期三下午增值到122% 年複合增長是21.5% 我們的網誌 逢星期五跟大家見面 投資日誌 五月份 我們會說 阿里健康 平安好醫生 UNICO 香港寬頻 韋爾達 和石藥集團 大家對這些 topic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五月份 美股的 美股港股 大家有興趣 美股也可以訂閱 我們有兩大類型 一類就是投資日誌 兩大類型的收費項目 投資日誌 文字版 港股150元 Youtube投資筆記 Youtube版 美股港股120元 收款就是恆生和中銀 恆生還有轉數快 大家如果在香港沒有銀行帳戶 可以用PayPal付款 都可以 很簡單的 大家付了錢之後 在銀行收條上 寫回你的電郵地址 購買項目 拍照 然後share去 香港financial.gmail.com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講到一個小時 多謝大家收聽 今天還是假期來的 祝大家週末愉快 大家如果有任何留言 可以在Youtube留言也可以 可以Email影片也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祝大家週末愉快 拜拜